今天天气很好 我和这个哥们去圆灵园玩 这里叫新圆灵园 因为我那个老圆灵园是在北京 一起来跟他这个哥们太不正经了 你看那一个女的就去搭讪 这有女子有桃子有那个 刚刚那个女的说的是 这个景区里面种了很多的水果 是可以免费去摘来吃的 现在我们刚打到桃花园 这里仙气漂亮 才找到了我们闷闷以求的大桃子 这桃子都是免费可以吃的 没人说的 然后又说了看哪个节目 看完这个节目 我想对他说这段母子 说三个字 不过这里面的风景还真的是不错点 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这种花听说还有一首歌的 刚刚我们在那里玩的叫中院 现在我们要参加下院 中院的金柱主要是清产的金柱 而相应的金柱呢 以欧国设计筑为主 这一栋楼是 叶梅园 最大的一栋楼 它的前面有十二个 收手人身像 听说八国年轻清华的时候 把十二个收手 都抢走了 这是另外一栋楼 这里面非常地豪华 这里面建筑太多了 都不知道这什么 最后一片区域的建筑就不一样了 每一顿建筑都是代表邦国领军里面的一个国家 可能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忘记了那段历史了 视频的最后要我们看一下是哪个国家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澳大国 奥地利 哦不对 奥地利 好了 天以黄鹏 该回家了